欢迎您来和我们一起分享 圣依纳绝的灵修智语 3月21日 当善人如意 恶人不顺 可喜 因如此一来 善人可尽全力荣耀天主 恶人在日渐衰弱时 更可能被倒向天主 我会用什么语言或图像 向他人分享我所认识的天主 换句话说 我有什么天主观 我信仰中 天主不是指停留在赏善罚恶的神吧 如果天主是赏善 祝福 罚恶 诅咒的神 那么又如何解释 因他的慈悲而宽恕罪人呢 圣安瑟默说 天主的慈悲 不是和人的行为做对应 而是来自他仁慈与圣善的爱 对于善人 恶人 面对如意或不如意的情况 我用怎样的心态看待 在这句日语中 圣伊纳觉说 我很乐于看到善人安好 恶人不顺 这样的话 善人能够为天主的光荣 全力去做 而恶人在日趋衰微的时候 能够被引导 得以走向天主 用神操分辨神类的规则来说明 恶人不是只有指那些 做坏事的人而已 是指在思想 言语 行为上远离天主的人 他们的生活顺利 就是活在神窟中 当人自以为是 就不会悔改 只有当他的生命 越来越糟糕的时候 他才可能会想要找天主 问题是在这个时候 你要怎样去帮助他 因为他可能一直停留在神窟中 所以圣伊纳觉说 善人的安好 使他能够快乐地光荣天主 那么恶人自然就会看到 这是自己困境的出路 信仰的见证非常重要 可以让恶人被倒向天主 以今天的话来说 你不用责备恶人 如果善人趋向天主 他的能量就会影响恶人 就像磁铁一样 恶人也会跟着来 因为近朱者赤 近末者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